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赛事就是来到5月尾 5月30日跑星期日的沙田日马 今次的真飞买另来手 选到的重心二重赛场次 是第二场的 是跑4班的1400米 这里想选两胆三脚给大家 首先和大家讲一只A胆 A胆要到10号的《霹靂狂龙》 和大家看一条片 看看它上场是怎样跑 上一次《霹靂狂龙》上阵的时候 4月11日也是跑同程的赛事 八档起步 黑色三个匹就是《霹靂狂龙》 可以看 好 出集 停一停 因为就指一指个位给大家 黑色这一匹 可以继续看 其实这一场八档起步 早段的时候出集的反应 它都是一如以往 都算是偏快的 但是这一场赛事 即使是跑1400米 出集 以至是转第一个弯的时候 比较长一点的图程 但是呢 因为内侧的马 已经比它更快 拍了 所以看到现在《霹靂狂龙》 即使是上到第三位 但是呢 怎样都好 它都是在一个三叠的位置 其实它这个位置挺难搞的 对前些也是三叠 如果它想缩在后 没有了 已经是两只马 两只马 两只马 拍好位置 所以《霹靂狂龙》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能选择 逼着沿途三叠望空 看到现在准备入关的时候 它一直在三叠望空那一匹 第三位入直路 其实这里也是一个 不能处理的局面 结果入到直路之后 最后三百米左右 它又开始就佛力堕退 但是呢 虽然它说开始没力 但其实呢 它也不算是堕退得很重要 都还有两步 一直都是在马群中游的位置 最后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 怎样特别骑下去了 只是维持走势 回来第七名过中点 其实落败的距离 那方面 就是不够五个马位 看到上一场 当然是很多的藉口 全程走着外叠望空 可以当它是没跑过的 今次的情况就很不同 因为霹靂狂龙继续跑同程的赛事 都是跑千四米的 那档位那方面 今次就好了很多 一档起步 我都可以写包单 今次一定不会走三叠的了 然后呢 今期即是叫做赛前的时候 那个操练 都算是积极一点 这匹马 看到就是赛前的时候 当然就是上过重发 更加重要的是 因为分别都有用到这一条的登山跑道 去帮这一匹马操练 今次想重发期间 分别跳了三次的登山跑道 5月13号 5月17号 以及5月20号 翻查以往这个记录 这一条登山跑道 对于霹靂狂龙来说 都真的有多大的帮助 还记得今季季初 霹靂狂龙终于都可以赢到它第一场的头马之前 正正就是上过重发 亦都是在登山跑道操练过的 那我相信 这个操练模式 就是可以令到它进一步强化气量 令到货马可能早段的时候又快点 末段的时候 那个贯注力都可以有所帮助的 近期呢 其实它都频频有 间中有用到这个操练模式 但就叫做再出的时候 只能够上名 因为可能上了来四班 所以可能对手实力比较强些 他都需要多一点时间 去适应那个评分加幅 其实现在来到47分 今场继续给潘明辉去期 就可以减了两磅 其实今次的磅位 对于他来说都比较有利少少 因为就只需要背着118磅上阵 再加上刚刚那个操练 跟他之前赢马 或者跑得好的时候 都会一模一样 我希望这一匹马今次可以隔一段时间 就在四班那里看看可不可以赢到他第一场头马 所以A胆 我就是要到10号的Picnic狂龙 然后去到B胆 就选一只落班的就是1号的有型有福 同时大家看一条片 就是前一场的赛事 4月25号 跑同情 草地14米 这场赛事里面有型有福 就是排着11档起步 黄色3个匹 可以看看 好出集 停一停 他这一货跳出来的反应 都算是应声弹出 继续看 应声弹出之下 始终是11档 组断的时候 都需要继续 但是他很快就做到 去到跑了300多米 200多300米左右 基本上已经可以给他埋到一条欄 跟他一起快的买了些什么 都是一些三班的中坚分子 看到走着的二碟位置是很无比 然后后这个有型有福一格 同样都是橙色3个匹 就是电子群星 旁边还有闪得快的那些 其实这一群 前后左右的那些 都是那些三班的分子 看到前速方面 有型有福明显 比起他们更快 看到当时 巴道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推骑 那些马是靠着一个很快的反应 一小小天然的速度 可以让他在转弯之前 已经贴到一条欄 这场掌控的报处方面 都不错的 所以基本上 看片这一场赛事 都是一些前置马 控制了大局 虽然是说 看到有型有福 最后有少少就乏力 只能够顶到第六名回来 其他那些马 全部都是前置那些回来的 包括头马电子群星 一直都是跟前 另外还有闪得快那些马 有型有福在内篮位置 其实一直都捱到第六名回来 落败的距离绝对不远 只有一有四分三个马位 因为这场赛事 头马 即是电子群星的赢马 姿态赢得比较远 差不多整个马位 就是叫做 有型有福一直在内篮 绝对不差 还有就不要忘记 刚才看片这一场 始终都是三班赛事 然后去到再出的时候 有型有福即是上一场赛事 同样都已经是60分 不过就选择继续步跑三班赛事 跑长泥地的1650米 继续做到一个快闸的反应 但是结果只能够 都是出不了头 所以今次就决定 步跑四班赛事 其实田草的1400米 刚才除了看片之外 最近期 其实他在差不多60分左右 三班尾已经集中 试试草地1400米的升 我觉得有型有福 都是做得不错的 最近已经是连长做到一个快闸的反应 特别是刚刚跑完一些泥地 更加再强化枣马组断的速度 所以今次一来就下班了 其实也不是说下班的 只不过是60分可以报一些对手 没那么厉害的赛事 再加上今次就排个五档起步 我自己预期做一段有型有福 都可以在贴着篮 守住有利的位置 望空地放头地跑 重戴个眼罩 因为今次就是跑草地的赛事 始终近期他连长在三班尾都已经跑得不错了 今次对着一些四班的对手 我会觉得他也是有机会出头 所以B胆要到1号的有型有福 然后去到配脚那方面 先给大家拖了一只大冷脚 首先要一只13号的比超 望一下他的赛事 其实是今季才开始服役 跑过四场的赛事好像都没什么特别 经常都是后面回来 全程流后 加速力不算太多 但也留意到今次很大很大的变数 就是路程 不同了 今次第一次增程上来跑1400米 预期他可能可以交到一个令人有惊喜的表现 因为始终这一批比超的血统 都是适合越跑越长更加好些 所以暂时来说 跑过四场的赛事都是1000至1200米 不如就当给他适应一下香港竞赛环境 同时热身 今次增程而来 功夫做成如何呢 赛事前的时候上过重发 他也有用过这一条登山跑道 今次在重发的时候用过两次 在5月6日和5月20日的时候 用到这条登山跑道快跳两段 值得留意的是这两段快跳的时间方面 两段加起来都是50秒内 跳完49秒7 另一课近期5月20日的课是48秒4 所以就会是这个操练模式 就可以令到马 再是练一练气量 因为始终用到上山的跑道 再加上跳得快的 所以不论是早段也好 末段也好 都是想马进一步强化走势 所以今次我都相信比超 除了血统方面有所证明之外 操练方面也是做足准备增程而来 所以今次如果比超 成为一只大冷门的话 大家都不用忽视 所以我首先和大家拖了它 13号的比超 然后再拖另一只脚 就是4号的川河明区 和大家看一条片就是前一场的赛事 看前一场因为是跑沙田的 4月5号的时候 四档起步黄色衣服就是川河明区 出集 停一停 指给大家看 在中内档的位置 四档黄色衣服 继续看 当时安上人方面就是陈家熙 这场赛事也是川河明区 最终他在香港复役以来第一次到四班里跑 途程方面就是跑1600米 看到一只马 其实早段的时候 他绝对跟到那些马群 可能他有少少班底 始终都是由三班下来 再加上 步跑的路程方面 就是1400 跳上来1600的这一局 早段的时候 他都可以进占在二碟的位置 第四五位左右 早段的时候 他跟到在前面 我也挺满意他的发挥 但是始终第一次下班 但是找到陈家熙 应该都是想不想他背重磅 所以今次背着126磅 看看如何发挥 早段的时候 转弯之前 一直都没有问题 我也觉得他在二碟筋前的位置 但是进到直路之后 安上人似乎有少少 好像控制不了一只马 可能他太生了 可以看着 第三位进直路 进到直路之后 很快被他看到空 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来了 350米左右 跟内侧那只玩具达人有些碰撞 可能玩具达人又有少少外闪 就撞了一只川河明驱出去 那川河明驱也是需要少少时间 才修正得到 拿回平衡 拿完平衡之后 其实他的加速力 也有少少在那里 也不错 只不过可能也不太厉害 可能暂时不太多 1600米 好了 结果这一场赛事 入到直路 那么多的碰撞之下 最后川河明驱 也是第四名过终点 我觉得也不算太差 前面左右那些 比如是头马 马尔代夫 亚军那只影疾也是当时 比较健康的马 所以川河明驱这个第四 我觉得也尚算可以 发挥方面可以好些 这次就隔了一场 因为上一场 川河明驱过去跑谷草的1650 不要紧 当是给他减分 结果真的减到2分 这次跑回沙田 当然这一匹马 跑大长直路 就会适合跑些 看到了 今次的安上人方面 有很大的转变 换了莫雷拉 我自己就期望 他的发挥 特别是控制一些马 拿回平衡 又或者转弯弯 拿回平衡 应该就一定会做得好 过陈家熙 和另一方面 就是路程的关系 刚才我们看片 因为跑1600米 尤其是川河明驱 好像都没有加速力 不如试试今次 缩200米 跑1400米 对于他来说 气量可以应付得更好 所以这里的配脚 拖了一只4号的川河明驱 最后一只脚 都和大家包含 就是12号的万事之光 我们和大家看看 上一次跑得如何 5月8号 跑同程的九档起步 红色衣服就是万事之光 可以看 好 出门 停一停 都很快门 相信我状态保持得不错 继续看 其实本身这一批 过往 脚马也是试过不同的跑法 试过留后追上来 亦试过摆前 但是暂时来说 我看它 都是比较适合留后追 所以这一场看片的时候 即使说脚马快杂也好 可能又加上九档 所以安上人的何宅妖 就决定把脚马留后 其实它留后得来 都是全程走着三叠 不过有时候这些马 走着三叠 又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始终它是有遮挡 也是一个 迫着要这样做的跑法 因为我寧愿它留后 比较好 但是它刚刚出门快 所以令我相信 它现在状态很好 好了 在转弯的时候 其实都稍微可以再省少少少位 二叠半了的位置 然后慢慢再出回三叠 四叠 五叠 六叠 七叠 因为进去直路的时候 如果它硬再捐在里面 似乎有一个塞车的风险 所以既然是这样 不如它搬一铺 拼到最外面追赶 结果万事之光 在这个外侧的位置 都是交到一个挺不错的追势 冲上来的几步 其实都很厉害 但可能因为始终扔弯的时候 就虚得太阶 所以 即使是交到一个强劲的走势上来 但结果 马主也是未有得收奖金 第六名过终点 去到今次 其实我也是想给它多一次机会 因为我始终 我相信它现在的状态 是保持得不错 今次其实看到它的档 跟上次一样 都是差无几的 上次是九档 今次其实是八档 但就叫做 就退入了一格 看看会不会在组断的时候 又或者是在转弯的时候 会不会像上次那样欠 因为其实上次看到 刚才看片也看到 转弯的时候 最欠脚情那一批 就是万事之光 但是 尤其也叫做 有一个挺OK 尚可以接受的追势 所以 今次只要它的沿途走位方面 比起上次有所进步 再省多一点点位 我想它的名次 都可以有所提升 给它多一次机会 因为配搭方面都没有改变 继续都是何宅要骑 所以这里拖多只脚 就是要12号的万事之光 好了 这里跟大家总结一下 今次的重心二重彩场次 第二场的四班千四米 选择A胆要到10号霹力狂龙 B胆要到1号有形有幅 三匹的配角 这里顺着我自己喜欢的次序 首先拖着13号的比超 然后拖着4号的川河明区 以及12号的万事之光 这里两胆三脚 另外AB胆方面 补多一条连赢位 好了 今集的重心二重彩场次 就和大家分析完了 其余场次的心水 都欢迎大家留意我Facebook专页 和Youtube社群 礼拜日都希望和大家一起赢多一点 拜拜 拜拜